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保罗缺席的情况下布克组织得分一把抓 这位1.98米的13顺位SG打得很像他的偶像科比布莱恩特 泰伦卢在赛前明确表示会让保罗乔治这位顶级防守球员去限制布克 没想到是烟雾弹泰伦卢让贝福利先发专门去防布克 布克被他侵扰得很惨 贝福利的防守是那种撕咬式的防守 开场他就给了布克很大的身体接触 虽然他吃到两次犯规但也让布克五中一 只拿下四分二助攻一篮板 而且还出现了三次失误 布克在第二节又出现了两次失误 而且还被贝福利给封盖了 单节是五中二三分一中一拿下五分二助攻一篮板 半场十中三三分一中一拿下九分四助攻二篮板五十五 贝福利的防守是让布克上半场拉胯的关键 太伦卢的烟雾弹真厉害 第三节开场布克命中了第一个中距离 没想到贝福利在一次防守中用头部撞到了布克的鼻子 结果提现一换一达成 布克与贝福利两人一同回到更衣室 两人都是流血不止 布克第三节四中一只拿下两分一助攻 三节才十一分五助攻二篮板五十五 墨节布克制造了一个三分 犯规三罚权重 随后又制造曼恩犯规两罚权重 再制造乔治犯规罚球 布克墨节化身哈登 中场前27秒布克命中了一个反超的干拔中距离 但总体变相还是不佳 前场比赛布克四十一分中 十六中五三分三中一 罚球九中九拿下二十分五助攻四篮板 命中率百分之三十一点三 三分命中率百分之三十三点三 还有全场最高的七次失误 布克这场比赛能赢球真的是依靠佩恩二十九加九 爱顿二十四加十四加爆扣绝杀 布克被贝福利给防到了头晕目眩的程度 文言小白 喜欢就点赞订阅支持我吧 谢谢